慢点 慢点 随便红的 随便停车 今天是魔头教学的第二天 哈喽我是女魔头 我这两天呢在拉萨教我 男姐骑胯子 为什么她有地照不会骑胯子 因为 考地照的时候骑的是正三轮 我考地照的时候我也骑的正三轮 考的 所以呢她不会骑胯子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昨天的进展非常顺利 她很聪明 真的太聪明了 太有天赋了 今天呢我计划带她找一个 车少的大路 让她好好练习一下 如果练习成功的话 今天让她 在市区里面 跑一下 敢不敢 真的敢 真的敢 这么苦的人 天呐 有我的风范 魔头教学第二课 我现在带男姐是来了一个 很高的一个山顶 也不是很高 但是那边全是这种 回旋弯上山下山的路 今天你看这里的场地 这里的场地没有车 可以在这先练习一下 然后再下去跑那个山 好 今天给你讲一下 就是你速度 速度 今天的速度 不要超过50码 好不好 好 一会下山的时候 下山的时候呢 减速啊 我跟你说 这个胯子啊 你如果长时间 用前刹后刹的话 刹车会失灵 因为刹车片过热 它就失灵了 就这几个弯不至于 我只是给你说 以后 就是你要起胯子的话 养成良好的习惯 你下坡的时候 比如说下边是个弯道 下边是一个弯道 然后你要减速的话 提前 捏离合 哎呀 捏离合减挡 然后主要就是捏离合减挡 就是尽量用挡 去控制它减速 不要一味的去捏刹车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半波 就是待会你上来的时候 万一半波熄火 半波熄火 半波起步 这个我得教你一下 还是捏离合 捏住离合 捏住离合 踩一挡 然后边松离合 油门猛风 油门稍微轰大一点 不然的话你起不了步 好吧 你这会儿要不 先在这个场地 跑几圈 跑几圈 自己练习一下感觉 然后再到下边的弯道去跑 好 怎么样 没问题 好的 那你跑着 我 我那个啥 我歇一会儿 歇一会儿 歇一会儿 我为什么 他都在问我 为什么不坐斗子里边 我不敢呢 你看 我买的西瓜 买的爆米花 哎呦 还有薯片 耶 薯片 水 好 你慢慢晾啊 你慢慢晾 没事 我晒会儿太阳 好 拜拜 嗯 祝你成功啊 这里稍微有点斜坡 你把刹车捏着 不然车往下溜 捏着刹车捏着离合 然后拟油门 往前走 往前走 自己先打几个圈 拟油门 是不是没挂上档 松离合 拟油门 松离合 拟油门 你看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斜坡 松离合 拟油门 你这个离合 我感觉松的差不多 我怕离合还是不走呀 你先感觉一下 它那个离合 跟我那个肯定不一样 你先感觉一下吧 松离合 你油门 油门轰大一点 不要怕 冲啊 又熄火了 小老弟 你这不行啊 今天 你的车离合不太一样 松离合 这个车离合硬 松离合 你先挂上档梅 哎对 走走走 离合松的太猛了 松离合拟油门 继续 继续 你继续找感觉 这个东西自己找感觉 离合慢慢松 离合慢慢松 慢慢松 边松离合 边拟油门 因为这里稍微有点坡 所以它是捏着刹车 就是踩着刹车的 哎赶紧松 红油门 松完 哎自己打圈圈 来打个圈圈过来 这地方不错 这地方辆车挺合适的 其实 来换二挡 油门正常给离合松完 继续转圈圈 加油啊 小时候的味道 谁吃过这个 这个是拿那种老式那个炸的 没有添加剂的 很好吃 玉米饭 就是有点粘牙 慢慢练啊 起会了一把当教练的感觉 但是我这个教练有点怂啊 不敢坐在斗子里边 让他自己慢慢连去 最近好多朋友私信我 给我说挂子这个问题啊 其实你们不太 不用太担心安全问题 因为挂子的话吧 就是这种三轮车的话 它的稳定性很OK 稳定性很OK 翻不了车 而且前期的话 我绝对不会允许 他把速度提上去的 挂子翻车 一般都是速度太快 导致翻车 油门矿正好 要不要过来先吃个瓜 洗火啊 直接洗红色的洗火开关 挂着挡 挂着挡 我跟你说这种 稍微有点斜坡的地方 挂挡挂一挡 如果挡挂高了的话 他那个车会往下溜 你知道吧 来过来吃瓜 练了四十分钟了 刚刚他在这里上山下山 跑了几圈 感觉怎么样 爽爽的 爽爽的 吸了一次火 吸了 然后呢 最高跑到大概多少码 四十多 五十码吧 几挡三挡 三挡 三挡 现在你如果就是挡挡 挂挡这个自己可以控制了 挂挡可以控制了 然后就是半坡起步 可以 然后刚刚那个回旋弯 上坡下坡 都OK 都OK 然后 明天需要掌握的就是把速度跑到六七十的时候 让车头不要歪 因为这个车 挂子 它跟两轮不一样 回去你把我带回去 你把我带回去 你敢坐吗 明天嘛 明天嘛 再练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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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准备让你三天出师呢 这是第二天吧 对啊 对啊 明天我就可以带你了 你现在不敢上路是吧 我敢上路 那上路吗 上 上大路 上大路有车的路 敢不敢 敢呀 我觉得就是你这个驾驶技术 没问题的 真的没问题的 走 走 好爽啊 慢点 慢点 随便红灯 随便停车 好爽啊 好爽啊 这个驾驶 哎呀 家导 敲导 敲导 走 风一样的女人 风一样的女人 别怕第二天 我的天哪 我表示好慌张啊 姐你慢一点 我好慌张 哎呀 好爽啊 我来帮你 希望我的安全带 看见没有 我的胖子没有安全带 我把安全带提醒 看自己的安全带 好爽啊